认识信任的关系之后 再来要记得要做邀请的工作 例如可以邀请他们来你的家 喝杯茶 聊聊天 甚至于到家里面吃个饭 然后先进你的家 然后才有可能带领他们进到你的教会 带领他们信主 第四 当我们自己做好了设定目标 祷告 建立关系之后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大概就要眼望教会跟我们一起配搭了 所以第四就是教会的预备 弟兄姐妹做了你们能够做的 教会也应当有相当的配套措施 而这个部分呢 我们教会的执事会呢 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讨论了 我们可以举行茶会或者是餐会 我们可以激动的可以非常真的是密集的都无所谓 我们来举行茶会跟餐会 或者我们开办合适 你亲人你家人要上的课程 无论是动态的乐器啦 编织啦 插花啦这些动态的 或者是静态的课程都可以 我们也可以开办讲座 或者是读书会 总之教会应当成为弟兄姐妹的后盾 预备做各样的福音预工 就让你们一起齐心的 弟兄姐妹你做你们的教会这边做教会的 我们一起齐心为人灵魂得救而努力尽兴 新约雅各书古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说到 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回转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掩了许多的罪 这是何等要紧的事情 要是我们没有向人传福音的经历 如果你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传过福音 那岂不是一件相当受惠的事情 你将来要拿什么来朝建主呢 历史上许多教会的复兴 都是因为弟兄姐妹的兴起 历史上我们打开历史 教会历史 我们知道很多教会的复兴 都不是传道人的复兴 不是执事会的复兴 那是弟兄姐妹的复兴 今天早上我们特别的 为弟兄姐妹来祷告 弟兄姐妹啊 当我们邀请目道朋友 当我们邀请亲人来的时候 你们知道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吗 他们可能因为第一次来教会 他们早早就起来预备了 结果他们来到教会 左等右看的都等不到你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来到教会 她就要来找一位我们教会的姐妹 就问这个姐妹在不在啊 我说还没到 她等了半天还问我 这个姐妹今天会来吗 我说会来 但是还没到 她说那我去下面等她好了 弟兄姐妹 这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自己没有心 没有做预备 你把福音传给人以后 你邀请人来以后 你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听的人 他们已经放在心上了 他们准时的来 他们提早来 结果你连准时都没有 你还迟到 然后这样子怎么能够做好见证呢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2018年每一个人给自己一个目标 聚会不迟到 我们一起来讲 聚会不迟到 再讲一次 聚会不迟到 好我听到了 但是要讲给神听 就要大声地讲 来 聚会不迟到 好现在多一个字要跟主说 主啊我聚会不迟到 预备来 主啊我聚会不迟到 好这是你们2018年跟主所立的一个目标 主日聚会不要迟到 所以我们知道 教会的父亲要从弟兄姐妹开始 这是所有弟兄姐妹的责任 看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立定心志 告诉自己2018年我至少要带领一个人来信主 如果全教会所有的人都能够这样一个传一个 我相信我们教会很快的就能够兴旺起来 盼望我们真的起来行动 并且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目标 就是敦亲爱灵 占领人信主 让2018年成为福音年 让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现在的主 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 今年我们要更亲 我们要爱灵 我们要带领人来信耶稣 这是教会的目标 也巴默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目标 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不断的祷告当中 我们拧出五个名单 并且我们积极的殷勤的为这五个名单 五个为信的家人亲人以及我们的邻居来祷告 使他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 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 让他们在神你自己预备的时候 满足的日子当中 他们能够蒙恩得救 这是我们的心意 也是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许下的一个承诺 我们每一个人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不要空手来朝见我们的主 我们一定要带着我们的果实 带着主你给我们的灵魂作为礼物 来呈现在你的面前 主要2018年要成为福音年 盼望主你亲自的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让主内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的来努力 一起的努力 使我们能够一起的达到这个目标 2018年至少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结一个果子 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带你一个人进到教会 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